在内华达州北部黑岩沙漠举行的 为期益州的火人节狂欢派对突遇暴雨 数万名参与者被困泥泞营地 到9月4日下午 营地周边的道路已变得足够干燥 参与者们可驾车安全撤离 火人节组织方表示 尽管他们继续要求狂欢者推迟到5日离开 已缓解交通拥堵 但狂欢者们在当地时间4日下午20左右就开始撤离 截至当日下午 约有6.4万人还留在火人节活动现场 上周五的降雨量超过1.3厘米 导致活动营地淹水并出现1英尺深的泥浆 随后活动终止 原定于上周六晚举行的火人节首场焚烧仪式开始前 附近道路开始封闭 今年的活动中至少有一人死亡 但组织方表示 这名40多岁男子的死亡与天气无关 附近治安官表示 他们正在进行调查 但尚未确定该男子的身份或死因 9月4日劳工节长周末 凯撒医疗工会约4000名医护从业人员在洛杉矶凯撒医疗中心外举行游行 凯撒医疗工会联盟代表7个州和华盛顿DC总计8.5万名医护人员 要求将时薪提高到25美元并解决患者等待时间过长 医护人员配备严重不足的问题 经过数周不断加剧的骚乱 数万名凯撒的员工开始授权进行正式罢工 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健罢工 洛杉矶警方当天派出几十名警察 日落大道封闭了数小时 夏天即将结束 但好莱坞仍深陷罢工 这场僵局几乎使美国娱乐行业陷入了停顿状态 劳动节过后 达成和解的窗口期即将关闭 制片公司高管表示 如果罢工在未来几周内得不到解决 拍摄旺季就要过去了 不管有没有协议 在新的一年之前 电视和电影制作工作都将很少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将其2023年全年盈利预期下调了3亿至5亿美元 华纳兄弟则将哥斯拉大战金刚2 帝国崛起等三部大片推迟上映 其他受到打击的公司包括苹果 亚马逊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迪士尼 NBC环球 奈飞 派拉蒙全球和索尼等 9月5日 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的市政委员会 在官网发出114条款通知 这种情况通常会被描述为地方政府实质性宣布破产 伯明翰市政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 这件事情与当地的平等薪酬索赔有关 今年6月 当地政府曾表示 潜在的索赔责任约为6.5亿至7.6亿英镑 而且这部分赔偿责任正在以每月500万至1400万英镑的速度累积 除了索赔的压力外 当地采购甲骨文的IT系统也给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这个系统原本旨在简化付款和人力资源系统 预计成本为1900万英镑 但经过三年的延误 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 其成本可能高达1亿英镑 博明翰市将停止所有新的开支 但保护弱势群体等法定服务除外 有中国星巴克之称的连锁品牌瑞幸咖啡 与知名的茅台酒厂合作推出酱香拿铁 9月4日开售当天 不少人前往门店尝鲜 该产品也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茅台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茅台与咖啡品牌的第一次联名合作 业者使用白酒风味厚奶 含有53度的贵州茅台酒 酒精度低于0.5% 售价38块人民币 开卖首日半价优惠 北京和上海不少分店在下午就卖到缺货 至于味道如何 有网友表示酱香味很浓 形容像是酒心巧克力配上拿铁 但也有人表示和咖啡搭起来感觉有点奇怪 茅台客服表示 酱香拿铁的酒精度是低于0.5度的 但驾驶人员不建议饮用 是否属于酒驾 请以交警认定为准 建议不要驾车